我們今天繼續來看《提多書》 《提多書》我們已經講了五次 我們的主題是熱心為善 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 是一個又懶又貪食又喜歡說謊的 這個克里特島上面 《提多》作為使徒保羅的代表 在那裡來建立教會 在那裡按立長老 在那裡把一些不對的事 改成對的 保羅一直鼓勵他 是要將神的道來講清楚 來提醒眾人 要叫大家 雖然現在是這樣的社會裏面 仍然要保持那個愛主的熱心 仍然要憑著這個熱心 去做很多善事 很多對的事 今天我們講到第三章 已經是第六次了 就是要去祝福別人 這個熱心行善的人 也是一個會去祝福別人的人 首先我們要講清楚 有時候我們去到一些教會的場合 別人會跟我們說 神祝福你 願神祝福你 其實是不對的 神是不需要祝福你和我的 所謂祝的意思 即是說 有一位比我更高的 更有地位的 我現在祝福你的意思 即是說 我願意祝福給你 神是沒有更高的 所以神是只能夠祝福給人 神是不需要祝福人的 祂不需要希望這件事發生 祂要發生就要發生 所以人是祝福人 神是祝福人 所以我們在教會裡面 有人來到 我們跟他說再見 我們就不要說 神祝福你 不對的 神祝福你 我祝福你 牧師在禮拜日結束的時候 祝福你 牧師是不能夠祝福給你 因為沒有福可以給你 好了 今天的題目 就是祝福別人 為什麼英文呢 Ready to engage Ready to engage 就不是準備訂婚的意思 而是說 很樂意地去參與的意思 樂意去參與的意思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第一節說 你要提醒眾人 叫他們順服作觀的 掌權的 遵他的命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Ready Ready to do all good things Ready 是一個預備 一個樂意的心 然後到第八節 這話是可信的 這話是可信的 我亦願你把這些事 切切實實實的說明 使那些已經信主的人 留心作正經事業 是engage in every good deed 所以就從Ready 變成了engage 從願意到實際去行動 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都是一樣的 有一個願意的心 而是實際的去祝福別人 祝福別人 有一個故事 是關於四個人 這四個人的名字 都有點奇怪 第一個人的名字 叫Everybody 就是每個人 第二個人的名字 叫Somebody 就是某個人 第三個人的名字 叫Anybody 就是任何人 最後一個人的名字 叫Nobody 就是沒有人 這個故事是這樣的 這四位人物 你當他是人 你當他是人 才明白 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要去做 那誰人被委任 去做這個重要的工作 就是Everybody Everybody 就是每個人先生 就要去做這個工作 每個人先生 就覺得 這件事 應該是Somebody去做的 應該是某個人去做 然後 另外一個 Anybody 任何人 都可以去做得到 但是 誰做了 你猜猜 Nobody Nobody做了 就沒有人去做了 於是 某個人 Somebody 就不高興了 因為這個是Everybody的工作 來的 是每個人的工作 怎麼會由 沒有人去做了 於是 Everybody 這個每個人 他心裡想 其實Anybody 應該去做 任何人都應該去做 但是 Nobody 沒有人 就明白 其實 Everybody 都不會去做 所以他就做 沒有人去做了 結果 這個故事 已經很複雜了 結果 每個人先生 Everybody 就去怪責 誰呢 你猜一下 Somebody 沒有人去做 每個人 都去怪責 某個人 結果這件事 是Nobody做了 因為 Nobody 沒有人 做了 Anybody 都可以做的事 這件事 這個故事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人人都不做事 無論是 Everybody Somebody Anybody 沒有人做事 結果 Nobody 做了這件事 意思就是說 今天 我們做一個基督徒 我們都不應該 是 獨善其身 又或者 我們信了主耶穌之後 就常躲在家裡 靈收 什麼都不做 在提多書裡面 保羅就告訴提多 要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熱心恨善 熱心恨善的做法 就是你要去祝福別人 今天分開這三點 跟大家來分享 就是 祝福人的子民 或者祝福人的公文 第二 就是祝福人的原因 第三 就是祝福人的方式 在這個第二章十四節那裡 就是連著上文 上一章的第十四節說 神的子民 是神祂要救他們決定罪惡 結淨他們之後 神是要他們熱心為善 這個就是整個提多書的主題 就是神是期望祂的兒女 每一個神的兒女 都是去做一些善的事 一些好的事 而剛剛第三章的第一節和第八節 是一頭一尾 就是將這一段 包裝起來 就是說 我們有一個願意的心 和實際去做 實際去參與 就不要做前面那幾位先生 他們說來說 結果都是Nobody做了 什麼叫行善呢 行善其實很簡單 就是做一些對人有益的事 你說 這個跟基督教有什麼關係呢 就大有關係 請看第二章的第十節 那裡講到 保羅叫提多女 勸那些做仆人 今天我們不是每個人都是奴隸 但我們每個人都是做工 每個人都是做工 要是做自己的工 要是做人家的工 做工的人 在二章十節那裡說 不可思拿東西 要顯為忠誠 以至 凡事 尊榮 我們救主神的道 今天你去行善 你做一些對人有益的事 你就能夠 尊榮我們救主神的道 英文裡面是 裝飾 因為你的行為的緣故 神的道是被你所裝飾了 人家會喜歡神的道理 因為你是一個行善的人 你是一個不偷東西 一個忠誠的博人 因為你是一個基督徒 你就因為這樣的緣故 而榮耀了神的道 人們因為你的緣故 去信神 信神的道 所以祝福人是很重要 行善是很重要 第一點想跟大家說 就是祝福人的子民 神期望他的百姓是一種什麼人 在第一、第二節那裡就說了 那裡講到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提醒眾人要他們順服 作觀的、掌權的、遵他的命 所以第一件事 神的子民有一個特點 就是要服從官府 服從政府的命令 你先不要說政府的命令不對 如果政府的命令不對 在使徒行善那裡 彼得已經告訴我們 聽從神 不聽從人 是應當的 如果今天政府要你做一件事 是違反聖經的信仰的 那你不聽從政府 你聽從聖經 你是有理由的 但如果政府所頒布的法令 是並沒有違反聖經的 那神的子民 就應該去遵守 在羅馬書第十三章 第一節就是講到 他說我們要為主的緣故 要順服人一切的命令 那些命令其實是對我們有益的 我們遵守交通規則 是對我們自己有益處的 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規則 我們就沒有了保護 所以神的子民 第一件事 我們要祝福別人 我們首先要學習去服從官府 服從他的命令 服從官府掌權的 第二 就是那裡所說的 預備行各樣的善善 有一個願意行善的心 基督徒應該是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的祝福 應該是會帶給所居住的地方 福氣 因為這裡說你是樂意去行善 你是預備好行各樣的善事 在希伯來書第十三章十六節那裡提醒那裡 那裡說不要忘記行善的事 不要忘記行善和捐輸的事 因為這樣的祭是神所喜悅的 基督徒應該學習去祝福別人 在創世紀十二章 當神呼召阿伯蘭 即是阿伯拉罕的時候 他說你出來 我要賜福給你 我也要藉著你去賜福別人 我甚至藉著你去賜福給世上的萬族 今天神如果你說感謝神給我 什麼都有了 那你有沒有將神給你的福 去用在別人的身上呢 最近我回去台灣 碰到以前的一位同學 一位朋友 他也是做牧師 他說我現在很滿足 我一家三個人就三輛車 我家以前小的 應該住大 我好滿足 我今天在這裏 明天在那裏 他很滿足於神給他的 我為了他來感謝神 但是如果今天 你說神很賜福給我 我又有這裏 又有那裏 我又買一間大屋 又買一輛靓車 我又換了好的工作 我的兒女又讀書很好 那我要問你 你將神給你的福氣 用在什麼地方 你只是用在自己身上 這不是神的旨意 這裏說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前面我提過 善事是什麼 是對別人有益處的事 你將神給你的東西 只是用在自己身上 還是用來做善的事呢 是否願意去行善呢 希伯良書剛剛講的那一節經文 說神是喜歡這樣的祭 叫我們不要忘記行善 是樂意去行善 第三 這裏說到 不要毀謀 不要真景 總要和平 向眾人大顯溫柔 因為我個性不是很溫柔 我樣子都不是很溫柔 但這裏所說的溫柔 意思是什麼呢 是considerate 是關心 關心大眾 不只是關心自己 基督徒不應該是自私 因為神賜福給你 神簡選你 如果神還給你很多福氣的時候 你就應該去向眾人大顯溫柔 不單止不要造成這個社會的混亂 不和紛爭 不單止是少說謂謀真敬的說話 不單止是保持和人的和平 你還要向眾人主動的大顯溫柔 be considerate 去關心別人 又怎樣關心法呢 在《格拉提書》六章十節那裏說 如果有機會 機會呢 其實什麼時候都有的 那裏說 有了機會 《格拉提書》六章十節那裏說 就當向眾人行善 所謂向眾人大顯溫柔 不單是樣子很溫柔 不單是說話很厲害 很得體 令人很開心 而是向眾人行善 你說向眾人行善 我有的 什麼地震 海旋我都捐些錢 我們香港人最厲害的捐錢 每一年籌款的時候 公益金 看電視上的那個 哇 跑馬登 哪個先生女士捐了多少錢 我們很喜歡捐錢幫人家 好 這些是行善 向眾人行善 不過我又發覺很奇怪 有時候我們喜歡這樣行善 我們不喜歡向身邊的人行善我 我們喜歡向外邊的人行善 我們不喜歡向教會的人行善我 《格拉提書》六章十節那裏說 所以有了機會 就當向眾人行善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 向外人行善 向信徒更當行善 這裏說 向眾人大顯溫柔 如果你是有神給你的福氣 你應該將這些福氣去祝福別人 你有好的見證 主的道就受到尊榮 未信主的人見到你的好行為 將榮耀歸給天父 因為你關心他們 因為你不只是關心自己的靈魂 自己得到神給你的各樣福氣 你還曉得 將神給你的福氣 用在別人身上 用在未信的人身上 用在信徒的身上 神的子民 應當是行善的子民 第二 你說我要去祝福別人 我自己都沒有福 怎麼祝福別人 所以這裏他馬上就說到 我們祝福別人 除了出了一種關心之外 還有第二個理由 就是出了什麼呢 就是出了一種回報 在第三節裡說 他說我們從前都是無知的 撥逆的 受迷惑的 服侍各樣私慾和意樂 常傳惡毒或者陰毒 疾度的心 是可恨的 又是彼此傷恨 你恨我我又恨你 他說以前我們都是這樣 其實很簡單 就是以前我們都是自私 我們都是自私 但是什麼事造成我的改變 這裡有三樣東西造成我們的改變 請看第四節 請看第四節 我們現在行善的原因 或者我們改變的原因 或者我們改變的原因 是什麼呢 是主的救恩 一個從來沒有被愛的人 他是很難去愛別人 所以我也很擔心我們的下一代 就是今天在這個社會上 多少的家庭是父母親是離異的 他們是需要父母雙方面的愛 大概只有一方面給他們的時候 除非這位單親的父親或者母親 是特別的愛 否則他少了愛的時候 他又怎能夠愛別人呢 這裡說 他說到了神的恩典 神的慈愛 神的憐憫 向我們顯明 我才改變 我才是得救 二行一書四章十九節 這一節經文 在我們時時在結婚的邀請卡上面都看到 一行一書四章十九節 那裡說 我們愛 是因為神愛我們 你能夠愛別人 是因為你被愛 如果你沒有深刻地感受到神的愛 你又怎能夠祝福別人 這裏說 我們從前都是這樣 我又被人恨 我又恨別人 但是 當神的恩、慈愛、憐憫 臨到我的時候 都是恩典 所以我就學會去愛別人 祝福別人的原因 很簡單 因為你覺得自己被愛 你被神所愛 你說 我從來都不覺得神愛我 或者我們的愛 都是有限 其次 那裡說 聖靈的根深 照著它的憐憫 藉著重生的洗 這個重生的洗不是洗禮 這一點必須要講清楚 如果一個人沒有信耶穌 他受洗十次都沒有用 一個人沒有信耶穌 他就算在耶穌受洗的地點 約淡河水 當然水就不可能 水是永遠不會重複的 你是不可能站在耶穌受洗的地方 因為那些水在流著 那裡受洗 哪怕你是和耶穌一起洗禮 都是沒有用 因為重生和洗禮是沒有關係 但是你說這裡是重生的洗 不是 這裡所說的重生的洗 是說到聖靈賜給我們一個新的生命的時候 我們的罪被洗乾淨 我們的罪被洗乾淨 不是那些水 而是耶穌的補血 而是重生 是因為聖靈重生了我們 是因為聖靈藉著真度重生了我們 而是因為聖靈來跟生了我們 所以我們才能夠祝福別人 以西記書的三十六章二十六節 那裡說 他說神要給我們一個新的心 一個新的靈 如果不是一個新的心靈 我真的不學會怎樣能夠祝福別人 一個人如果不是為自己活著 難道為別人活著嗎 但是一個在聖靈裡面重生的人 他是願意去祝福別人 他要回報神給他的愛 他的心思他的意念 因為是被聖靈所重生的 所以他裡面有一個新的生命 他願意去祝福別人 有時候疲倦 聖靈又來跟生他 羅馬書那裡說 聖靈將神的愛 厚厚的囂括在我們心裡 一個人被主的愛感動 他就能夠去愛別人 第三個 第七節那裡說 好叫我們因他的恩 得稱為義 可以憑著永生的盼望 成為後至 細節那裡說 可以憑著盼望 承受永失 第三個 我們能夠祝福別人的原因 是因為盼望 因為永生的盼望 我想有些基督徒 他們不明白 永生的盼望 因為他們不明白 神國的啟示 他以為一個人死了 一個基督徒離開世界 就什麼都不知道 不是 神的國度 今天還只不過是一個 預備的期間 到他日 神的國度成全的期間 每一個神的兒女 都要擔任很重要的職位 都要跟我們的主耶穌一同作和 一同來管理神所創造的 有著這樣的盼望 我們就好像上一次和大家分享過 就覺得今天所承受的都不足介意 追世界的榮華享樂 不是看得那麼重要 因為有永生的盼望 甚至乎當我們身體年紀越來越衰殘 越來越大的時候 我們還是有盼望 因為這個扭壞的 將會變成不扭壞 今天的羞辱 他日會成為冠冕 今天我們所失去 將來會得著 今天的眼淚 會成為將來的歡笑 有了這樣的盼望 祝福別人 就不是一種損失 而是一種的權利 而是基督徒的一種的回報 回報神的恩典 是很自然地就會發生 因為你是一個蒙恩的人 所以你覺得 因為神這樣恩待我 我都願意這樣去恩待別人 所以祝福神的子民 祂怎麼能夠祝福人呢 因為祂是被神所賜福的 第三也就是最後一點 祝福人的方式 除了要關心要回報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而是要實際的參與 第八節說 此作是可順的 我又願你把此事 切切實實的講明 使得那些已經信主的人 你是不是已經信主的人呢 流心作正經事業 細節說 流心恨善 首先就是要留心 要留心 要好用心 要好注意 去参与 去 engage in every good deed 要去参与 今天教会 你说我都有参与 我来做礼拜就算了参与 你做礼拜就算是参与 但你有没有参与行善呢? 你有没有参与一些善的事呢? 罗马书十二章第七节那里说 那里说 各人 众人以为美的事 你要留心 要用心去做 你要很甘心地 愿意投身在一些对人有益的事 你做些什么事对人有益呢? 要留心 如果不留心 就会不参与的了 如果不留心 就没有空了 不留心 时间就过了 今天你是用心地参与 在什么善事上呢? 其次 请留意这几个字 正经事业 什么是正经事业? 它细字那里说 是留心行善的意思 但我觉得我们中文翻译都相当好 正经事业 有些人是不做正经事的 不做正经事的人做什么呢? 什么事不是正经事? 我每件事都是正经事 我一早上就上网 上网去喝茶 喝茶之后看报纸 看完报纸之后看电视 看完电视之后去找人聊天 找人聊天 随便说一下我早上看到的东西 然后到晚上吃饭 吃完饭之后又去看电视 都是正经事 这都是正经事 这些应该不是这里所说的善事 这里所说的正经事 什么叫正经事? 什么叫善事? 其实你只要做好自己的工作 而你所做工的果后对人有益处 这都是正经事 在这个贴纱罗尼加教会里面 有一批人 首先他们就不知道耶稣基督会再回来 他们就没有了盼望 以为一个人基督徒离开世界就死了 就很悲伤了 后来保罗告诉他们 怎样告诉他们之后 他们很开心 因为主耶稣要再回来 他们就干脆不做事 所以在贴纱罗尼加前书里面 保罗就提醒他们 你们个个人都要做事 做一些正经的事 做一些对人有益的事 贴纱罗尼加前书第四章第十一节那里说 又要立志作安静人 扮自己的事 亲手作公 亲手作公 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 叫你们可以向爱人行事端正 自己也都没有缺乏了 留心去参与去做正经事 善事 你做好这些正经事 善事 你将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都是美事 并且是与人有益的 我做正经事会对人有益吗 当然有益了 你所做的只要是正经事 你直接间接会带给别人福气 你是一个有建设的人 你是一个有贡献的人 因为你很用心地参与在一些正经事上 一些善事上 你说我们做家庭主妇不是没有建设 不是家庭主妇的建设 有人统计过 其实比上班的人更大的 因为他要做很多很多很多事 留心去行善 而且是对人有益 做一些对人有益的事 祝福人的方式 可以有很多 但是最重要的两个字 就是你必须要engage 你必须要参与 你必须要愿意去做 做一些正事 做一些善事 做一些对人有益的事 他说对人有益 对我没有益 对人有益 都是对自己有益 此一套行传 第20章第35节 保罗讲过 他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 那你想来想去 施比受 怎样会有福呢 我如果有一百元 我给了十元 那我就少了十元 即是没有福 就少了福 怎样会更有福呢 你由心开心 我心又不开心 怎样会有福气呢 后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十节 那里就说到 说到鼓励哥林多教会的人 是乐意去捐书 去帮助那些缺乏的人 然后他就说到 神有一个这样的应许 什么应许呢 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那里说 那次种吸杀种的 次粮吸人吃的 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 增添你们人的果子 叫你们凡事腐竹 便可多多施舍 你越给人 你自己会越多 你离人 因为神看到你给别人 神就使得你所给出去的增加 很简单,你把种子杀出去,那些种子就会生长 只有一个信神的人,他相信这样的事 施比受更为有福 因为神体见,你给人,所以神就纪念你 所以神就给你更多 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耶稣基督他这样教导我们 他说你要给人,就有给你的 上尖下流,连遥大岸的比例 因为神体见你所做的事 你做一些与人有益的事 如果你能够用心去行善 你就能够帮助到别人,也都帮助了自己 总而言之,我们基督徒就要去行善 就要去祝福人 这样又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就是我们对一个明信主的世界的见证 阿国书第二章十八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告 他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他说必定会有人这样说 或者大家都听过人这样跟你说 阿国书二章十八节那里说 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你把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 我就藉着我的行为,把我的信心指给你看 如果一个基督徒只是有信心,而没有行为 你都很难证明你的信心,就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主耶稣他说,你的好行为行在人的面前 人就将荣耀归给你的天父 人看到你的行为,然后看到你的信心 当你凡事去忠诚,你不施拿东西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尊荣救主你的神的道 因为你这样行善别人,因为你的行善的缘故而蒙福 因为见到你的行善别人就愿意去听你所信的福音 所以向一个不信主的世界来做见证 我们必须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 一个乐意去参与善功的人 无论是关心,是回报,是参与 无论我们的动机是什么 祝福人都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这里有一个这样的故事 我都没有图画给大家看 就是有一位牧师他有一次去到一个坟墙上 在上面来主持一个安息礼拜 在未到时间的时候他很早去到 他很好奇就去看那些墓碑 看到这个墓碑也很吸引他 上面写着他说 似乎是在坟墓里面的人说的 就是说有一天我将会起来 去领受我在天上的居所 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但是有令我更快乐的事 就是耶稣曾经活着 耶稣曾经为我死 他看到这个墓碑的时候 这个牧师觉得这个墓碑真的写得好 我都应该引用这个墓碑向人传道 后来他就发觉墓碑上有另一个人 一个妇人看上来非常悲伤 他就叫他过来 你看看这个墓碑很有趣 这个墓碑上面写的字很有意思 然后就藉着这个墓碑上面的信息 有时候有些墓碑也有福音的信息 你看看很有意思 然后他就传福音 这个很忧伤的妇人 反正他都在墓场 只有他两个人 他就在那里说 后来这位墓碑也去做家庭探访 发觉这个妇人 他的母亲是有气喘病 病得很严重 还有两个小孩在家里很骯髒 而且家里又很冷又不够暖 这位牧师去探访的时候 就为他们祷告 后来又再探访他们 还找到一些实际的帮助 帮他们改善生活 后来这个妇人也信了主 然后他才跟他说 她是牧师 当日在墓场上 我打算死在那里 因为我已经很灰心 我一个人生充满了困难 这个牧师 因为他的愿意行善 因为他有一点关心 因为他愿意祝福别人 他就挽救了这个妇人 不单是肉体的生命 还有宿灵的生命 所以基督徒热心行善 的表现是什么 就是你要愿意祝福别人 成为别人的祝福 不单是愿意 而且实际的 很留心 很小心地 有一个英文的圣经翻译 要保持着行善事 参与在善事里面 这些善事 我都问自己 到底是教外的事 因为是教内的事 其实 这里并没有这样的分别 所谓善事 就是对人有益的事 对基督徒有益 对非基督徒有益的事 基督徒都应该 把福气带给别人 这样热心为善的人 是一个 像哈利特岛这样的 民风不好的岛居上面 将会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 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 凡事尊荣恶门 救主神的道 当我们这样行善的时候 人就将荣耀归给神 你就见证了神的道 是多么奇妙和真实 无论是因为关心 因为回报 因为参与 我们行善事的时候 神的命都会得到荣耀 这样 或者是给我们口所说的 更有力的见证 我们一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赐福给我们 或是物质上的福气 或是心灵里面的福气 或是我们生活上 健康上 人际关系上 各人的福气 主要我们将荣耀归给你 求你帮助我们 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要与你对阿伯拉罕所说的 主要你说 祂都要祝福别人 主要藉着我们 将主的福气带给更多的人 将身体上面的 物质上面的福气带给人 更将枝大的 肃灵的福气带给别人 奉主耶稣的明吐歌 没关系 我们请不吝点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